草屯镇农德老人会举办第九届第三次会员大会 老人会员们出席十分的踊跃 先远唐小芬向在场的长辈问候致意 期许借由会员大会这样的平台 增进老人福利 并且鼓励长辈们多多参与老人会的各项活动 充实退休生活 这些长辈也非常踊跃的一个来出席 那也希望说在新的一年里面 那我们这些老人会所有的会议 还有包括我们的活动 能够让我们这些长辈 能够在我们的老人会里面 能够也得到很多的一些福祉之外 也希望他们都能够身体非常的健康 理事长林建南表示 高龄化时代来临 农村高龄化情形更严重 因此老人会肩负重要的角色 平时会举办各项活动 包括歌唱健康讲座 端午及中秋节活动等等 让长者们学习及动动身体 互相照应 让老人们的生活 更活得有品质更有尊严 平时我们就叫慈善单位 或是在医生 医疗讲座 医学讲座 还有办久久重养的政劳 还有五十个 端午节都办 还有办八月拔中秋晚会 苏安的这些会员 大家有健康娱乐心来参加老人会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先议员唐晓芬肯定在老人会的用心安排及推动下 增进长辈与社会的互动 并结交许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期许老人会会晤健全跟上成楼 也祝福长辈身体健康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李市长 所带领的这些李建市的一个团队 那为了我们这些会员 我们这些长辈的福祉 来做了很多的努力 草屯镇农德老人会组织健全 目前会员人数将近400人 平时经常办理各项活动 带动长者们走出家门 提供休闲级联络会员情依 出席的来宾们给予一致的肯定 记者洪一轮草屯镇采访报导